-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应该问他吧 - 可是他应该问他 -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point大家要找回那个新闻来看 - 主题是我,可是内容不是我 - 对,就是那个印象份就是你了 - 对啊,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娱乐新闻的卖点 - 那当初标题把我方程很大 - 那我看了内容过后其实也不是在讲过 - 所以我觉得也是ok - 其实那个时候我本来已经签了一些东西 - 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发片 - 然后过后我才变成一个DIY - 我曾经也有问过这个新闻哭泣啊 - 其实也有啊 - 就是怎么会 - 会,我做研究做了这么多年 - 在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新闻 - 就是负面 - 然后因为那个新闻我的专辑要暂停吧 - 嘛,片暂停 - 曾经当然是有为这个事情反过和超过啦 - 可是超过后我们大家都要认知一件事情 - 我们是在以国险的 - 那什么东西都可能发生 - 对 -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保持低调 - 然后他的新闻我不看,我的新闻他不看 - 是 -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爱情、家人、朋友 - 你跟他有多好 - 还是要让他有自己的空间 -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 - 那他有这样子的决定 - 我也是只是两个人尊重 - 那毕竟我是两个女朋友 - 我其实会完全地去支持他所有的决定 - 所以包括他现在做任何事情 - 有好的有坏的 - 我觉得给了意见以后我还是站在那边 - 这个是很自然的 -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很看到他 - 要不然如果我不欣赏他 - 跟不敬佩他 - 我怎么会选择他 - 你明白吗 -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 - 已经成全是没意思的 - 当大家知道我们还在一起 - 就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 - 所以我觉得我不选择他 - 总会有缘